402解題說明 第一小題 在各科成績次數分配表 本題主要要求出這些空白的資料 我們看到D6這一格 根據題目要求 它是要用加總 我們首先按一下自動加總 這裡我們要說明的是 我們累計 就是把第一局劇的 好這邊的10個人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邊統計的位置 就是從C6 好這邊如果不好按 我們自己輸入 好C6 好先給同學看一下 好累計10個 那接下來呢 我們第二個位置就是要把C6 然後加到第二個C7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們拖曳下來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它的位置沒有把C6固定 所以我們回到第一格 要把C6 我們要按F4把它固定 不過在本題呢 我們待會要用拖曳複製填滿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裡呢 只要把6這個位置固定下來 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按F4 好完成以後 按輸入 好接著呢 我們就用 拖曳填滿的方式 好我們接著要把 這兩格的公式 這兩格的公式 複製到 其他的地方 我們 拖曳 填滿 好接著 在 L6 右下角 再按 拖曳 拖曳 填滿 好 第二小題呢 我們看各科成績紀錄表 那主要呢 要做格式化 這個表格 那它的條件呢 就是在名次 前十名的同學 那他的國因素等等 這五科裡面呢 必須呢 沒有一顆 不及格 好接著我們來 將滑鼠移到 A5這一格 我們按Ctrl Shift 還有End 鍵 從A5 一直到 I54 將它選取 好接著我們移到 設定格式化的條件 新增規則 好由於這一題呢 題目要求要用End 跟CounterIf 我們使用公式呢 來決定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在這邊 一句題目呢 我們要輸入等號End 好有條件的 這個條件我們把 左右括號先輸進來 在中間呢 它有兩個條件 一個呢 就是它的名次 好我們點到名次 那由於呢 這一題呢 我們要把 I欄 名次 還有C到 G欄 這個範圍 的欄位要固定 所以我們在此 先按F4 好 把I欄固定 好 名次呢 題目要求是要 小1等於10 也就是說 10名內 好 另外一個條件 我們用逗點 把它隔開 那接下來 我們要去統計 不及格的科目 是0 所以這裡我們用 CounterIf 請統計自己輸入 COUNTIF 好 一樣 左右括號 輸進來以後 我們先輸入 等於0 因為 計算的 不及格科目 是0 好 在左右括號 裡面 就是這個範圍 C到 G 5 這個範圍 剛剛提到過 我們要把C欄跟G欄 這個範圍要固定 所以我們在這裡 按F4 再按一次 好 這個是範圍 它的條件 好 同學不要忘了 用雙引號 小1 60 好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設定 符合這個條件的 格式 好 根據題目呢 字形 它的色彩 是要 橙色 出體 而且要填滿 深紅色 好 確定 再確定 好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在五顆總分 百分 等級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三個欄位的資料 我們要完成 包括總分 名次 那總分跟名次呢 在各科成績紀錄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名稱方塊裡面 它已經幫我們建立好了一個 Score Score 的範圍名稱 好 這個範圍名稱呢 它已經幫我們選取了 到 I54 從 A5 那等一下我們要根據座號 然後找到 1 2 3 4 5 6 7 8 第8欄跟第9欄的總分跟名次 好 我們就回到 五顆總分百分等級表 首先 我們把滑鼠移到V5 這裡我們輸入等於 好 Vlookup 點兩下 再點一下 好 我們要找的是根據它的座號 然後 要到 按F3 到Score這個範圍 按確定 要找回呢 是剛剛 我們看到的 第8欄 符合 按0 好 確定 好 完成以後呢 我們可以在C5的右下角 連按兩次 做填滿複製的動作 好 接下來呢 名次 我們可以 先把 剛剛這個公式呢 先選取 好 按右鍵複製 好 記得 先把它取消 好 到D5這一格 我們再按右鍵 貼上 然後把 原來的 8 改成 9 好 按輸入 完了以後 在D5 右下角 按兩下 左鍵 做一個填滿複製的動作 好 接著第4小題呢 我們要計算 百分等級 我們首先把滑鼠移到15 這邊呢 我們根據題目呢 PR值 等於 好 它的計算公式 100 減掉 100 好 除以 那這邊呢 它是用Count 而且 依據總分 去算它的人數 所以我們這裡 輸入 C U 好 找到 Count 按兩下 再點一下 好 這邊 我們要找的範圍呢 在總分 我們點到C5 按Ctrl Shift 向下鍵 好 找到以後呢 由於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要把它固定 等一下要做複製 所以我們在這邊按F4 好 確定 那完成以後 後面 根據公式 乘上 好 括號 好 我們先把它刮起來 它的 名次 好 名次是在D5 這一格 接著 減掉 0.5 好 完成以後 按輸入 接著 在E5 右下角 按兩下 做一個填滿 複製的動作 好 最後 第五小題呢 要根據 百分等級呢 由大到小 好 請大家 點選一下 在排序 與篩選裡面 我們選取 從最大到最小排序 好 好 到此 解題完畢 另存新檔 EXA 04 好 儲存 評分 結束